校長 所有的校友們 迴賓們 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分享一些關於我們社會創新的一些看法 我是黃鳳 經營政務委員 在我開始之前 想要先跟大家有一個邀請吧 就是如果我們投影是OK的話 等我一下下午 因為我的演講通常都並沒有特定的主題 通常是由大家來決定我要講什麼 所以通常我們在演講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投影一個畫面出來 然後請大家如果能夠掃QRcode的話 就能夠掃這個畫面 那我們先給投影機一點點時間 看看它會不會投影得出來 但是在我們這個教聚還在演訓的時候 我想我們就先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跟教育的一些關係 我自己是下一年國民教育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那在這一次 我們今年終於上落的一些課堂裡面 自把普通共好的這些精神 很榮幸的這個機會 放到我們的這個裡面 那我自己為什麼會接觸到這樣子的 所謂塑壓降慮的這種精神 還好嗎 如果不行 我就不投影也可以的 沒有關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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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真的要關一下燈 這樣子平安康比較能夠掃得到 不好意思 對 那就是因為我自己從很小的時候 學習的時候 就是採取我們現在所說的PBL 就是問題解決導向式的學習 簡單來講 就是學習著自己對什麼東西好奇 然後就引發給他的興趣之後 然後再由老師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旁邊的同學也好 去提供他這樣子的資源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樣的 我們從現在是15分 到可能大概50分 55分左右 我會講什麼大概就是由各位來決定 如果能夠掃得到QR Code的話 那就麻煩掃這個QR Code 如果掃不了QR Code會比較後排的同學的話 也可以手動進入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是slido.com 然後輸入01208 請幫我們用輸入 就是今天日子請加一個零 那如果是掃QR Code的話 則不用輸入這個代碼 那不管是透過掃QR Code 還是透過這個輸入代碼 都會到同樣的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有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是說它可以讓大家匿名的提問 或者是自己選一個自己喜歡的名字來提問 為什麼這樣子呢 是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已經有位朋友說 早安囉 非常的有自發的這個精神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在提問的時候呢 不用再舉手啊 低麥克風啊等等 因為我們知道在這樣子這麼大的場合 舉手需要一點勇氣 而且真的拿到麥克風之後 說不定還要被打個六七折 但是呢 因為這個匿名的嘛 大家都在滑手機 所以也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想到什麼就可以很自由的問什麼 這是第一個好處 那第二個好處是說 也有朋友發現 你可以看到別人的問題 如果你也想要問 你就按讚就可以了 按讚的意思就是說 你也想要聽到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 所以說當讚的數量越多 我好想說這個有兩個讚 那它就浮到最上面來 我就會把它高亮度起來 那這個早安 那我的回應應該也是說 早安就可以了 那我就會把它收起來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它的這兩個好處就是 秘密的提問可以互相按讚 就可以凝聚大家的注意力 到共同的這個主題上面 那我們在順便國家課發會裡面 也特別強要說 我們會希望 不管在台灣的哪一個角落 大家都有關頻網絡作為人權 所以我就可以任何時候 任何地方 其實有一台機器人 有一個全息投影 就可以把我召喚過來 用這樣子的方式 跟大家互動 那所以我其實上個禮拜 就已經在好比想說羅馬大學 好比想說蘇黎世大學 好比想說蘇黎世大學 好比想說等等的這些大學 透過這種機器人或者投影 或怎麼樣子的方式 跟大家互動 所以這也是一個 把我們台灣這邊 所創造出來的 新的社會創新 分享給全世界的一個更好的方式 那所以如果沒有開手機 或者掃不到的話 也歡迎就是請坐 您左右手邊的朋友們 幫忙介入您想要問的問題 或者是幫您按讚 當然我知道在場有很多朋友們 是老師或者是即將成為老師 那這個呢 對老師還有一個 隱藏版的第三個好處 就是說在長一點時間的 教學裡面 40分鐘以上的教學裡面 其實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同學們 如果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按讚 如果不把手機拿出來 稍微滑一下的話 就會渾身不對勁了 那我們作為這個教師 要去跟手機搶同學的注意力呢 坦白的講是搶不過的 那所以呢 也有一些老師說呢 我們就把手機收起來 不過這樣子 同學就會開始出一些階段的症狀 那但是呢 Slido的好處就是 你一開始透過這個QR Code 就等於把大家的手機都徵收過來 徵收過來之後 他的手機就變成你的教具 他還是可以滿足按讚的衝動 留言的衝動 發一篇廢文的衝動 但是不管他做什麼事情 他都會進入這個教學裡面 就不會變成好像從教室裡面 把注意力把它移開 所以這個概念 其實也是我們所謂 appropriate technology 適當的科技 這是永續發展的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需要把技術 帶到人跟人之間互用的地方 而不是要求人去配合技術 因為在後者的情況 每一個人都是好像個體 但在前者的情況 技術反而可以讓我們注意力 更加靠在彼此身上 以上時間大概三分鐘 只是在讓大家有時間提問題 也就是暖場而已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處理大家的問題 有時就有一個人詢問說 請問我對於現前的教育 覺得有沒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這不管是很直接的一個問題 這位朋友叫做隔壁的老王 謝謝這位老王同學 我自己覺得我們在新課綱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上面的一個翻轉 那這個翻轉也是要邀請大家來一起思考的 就是我們從我們十年之前 有一個很主要的一個詞 叫做core competencies 或core competencies 那這個是教育學上面 各國在做教育的時候 十幾年前大概都很注重 這樣子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呢 在其他國家的理解 是核心的職能 或者是核心的能力 或者是核心的修養也有 這樣子講 那但是呢 在台灣呢 每一個不同的領域 都把它翻成類似的詞 只有我們資訊科學領域 在十幾年之前把它翻錯了 把它翻成核心的競爭力 那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物語 因為核心的競爭力 在英文是叫做core competencies 這個是人跟人之力 阿和互相這個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軌道 但你挑一個軌道 在上面互相競技 互相競賽 像這樣子的情況下 也許 不好意思 好 像這樣子的情況下 也許可以說是核心的競爭力 就是只有一條繩子 只有一個軌道 大家在上面 鳴槍起跑馬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等 但是呢 其實我們的教育要培養的呢 並不是 只是說在特定的軌道上面去競爭 因為呢 現在我們知道 十二年之後的時間 沒有人知道 那可能我們現在 大概覺得是一個一個軌道的 這個學門被整合了 那這個學門 就變成兩個軌道河流 或者是說 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 一些新的學門 好比像說 在之前我們編科康的時候 AI它還沒有那麼 充分融入我們生活的各個部分 但是未來 從AI回到想的 植物流程再設計 體驗的設計等等 AI的訓練時 這些都是我們在當實施 總方的時候 沒有辦法預想到的一些工作 所以呢 competitiveness 就是競爭力這個概念呢 可以說是 就是一個 這個不是那麼美麗的一個誤會 就是翻譯錯的一個結果 導致有十幾年的時間 就是很多房間的朋友們 都在講說要培養小孩的合金 競爭力 那這樣子在想法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 它單一的一個狂套的話 然後勢必就會分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等 就會變大部分接受教育的朋友 都覺得說自己好像不是最好的那一個 但是呢 我們到了生理過程 我們剛剛就把它 把新科剛翻譯成正確的 我們翻譯成核心素養 那核心素養呢 那核心素養呢 不管是自發的素養 互動的素養 共好的素養 那都是他在自己的 好奇心裡面 去挑一個社會的經濟的環境的問題 他想要解決 然後他就一轉身 別人還在那邊勉強起跑 他就一轉身朝向解決那個問題的方向 他就贏在起跑點上 因為沒有人碰那個方向 所以他就按照定義就贏在起跑點上 但是呢 他往那個方向跑的時候 他會遇到各種各樣子不同的人 也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可以我們現在的年輕人叫做組隊打怪 就是去綜合各種各樣不同文化的朋友們 一起來解決這樣子的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這個時候這樣子的社區 才不會受到這個人跟人之間好像硬要比的排名 這種其實很不自然的 六七歲以前也不這樣做 十八九歲以後也不這樣子做 只有在中間國民教育之後這樣子做 的這樣子一種 我覺得不是很有建設性的文化作為影響 這樣才能解決真正大家的問題 因為一個人能夠解決的問題 都是一些質問莫解的問題 只有絕對大怪融合不同的文化 才能解決真正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大家慢慢地從競爭力這個概念 因為他真的當時是我們很不好意思 咨詢科學界的一個翻譯錯誤 那從新生理的這個概念 慢慢轉回核心素量的概念 我覺得這是台灣生產 不管是基本教育 裝身教育 還是在中間的高等教育 大家最需要重新想一想的一個點 就是人間人之間的精神到底還有什麼意義 很可能已經沒有意義了 有個社會朋友們問說 高校生根的弱勢補助有一點腐爛 那學生也不太靈晴 那不曉得條正文是不是有比較好的做法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問題就是秘密比較問得出來 如果是舉手的話可能就要打個六七折 確實是我們在巡迴這個春天灣演講 然後聽大家的意見的時候 確實有聽到這樣子的聲音 剛剛我們大家有看到我的辦公室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辦公室 這個地方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然後每個禮拜三或從早上十點到晚上 都在這邊就是我的office hour 不知道中文怎麼翻了 但是就是好像咨詢時間吧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四十分鐘 那我唯一希望大家的就是我們聊的這個記錄 我們要全部公開逐字的或者是錄影的放在網路上 讓所有其他人都可以學習 那這個呢我已經經營了兩年多了 它是在仁愛路三段九十九號 在台北的建國花市旁邊 也就是大安森林工人旁邊的一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在兩年前設定這樣子的一個地方之後 確實像USR推動的辦公室啊 甚至連國家等等的這個推動的辦公室的朋友 都要來這邊跟我聊天 可是我越聊我就越發現說 啊哪裡不太對 我這樣子運行了兩三個月之後 就是所有會來找我的人 如果不是住在台北 就是住在高鐵站附近 也就是對他們來講這個交通成本 它總可能走影站 大概那九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來跟我聊個四十分鐘 他覺得還不錯 可是呢如果不是住在高鐵站附近的話 他就要付出可能三百分鐘 四百分鐘以上的時間 才能夠聊到四十分鐘 有這樣子的時間的朋友們 就比較少一些 所以我在那時候就開始改變我的 這樣子的做法 也就是說我就每個禮拜 就會挑一些時間 特別像說明天是禮拜一嘛 我就會在勝利東路五十號 一個叫做日做小農的一個概念餐廳 那就是在屏東這邊嘛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不是我邀請大家來我的辦公室 而是我到大家平常就在聚會的地方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社會創新的巡迴 那在這個巡迴裡面呢 我不會特別要求大家來哪裡 我就是找到大家平常聚會的地方 那去做小農聚說是還不錯的地方嘛 然後就跟在地的所有的這些朋友們呢 聽大家 像剛剛這位朋友們說 關於高教生的可以怎麼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會把這個問題拋出來 明天下午就會問 大家有沒有什麼很好的解決方法 那雖然我是自己來這邊跟大家互動 但是其實回到台北 在社會創新的實驗中心 還是有我們十二個補回報 和教育部的朋友們都會在線上 那大家就會透過像這樣視訊的方法 去聯繫到不只是台北跟屏東這邊 還有台中的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高雄的湖山小田地等等的這些連線地點 大家就可以一起來面對這邊提出的問題 並且解決問題 那這個呢對於公務員來講 除了他不用一直來回本坡之外 還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好處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自然的跨部會 大家一起腦力機腦 要比想說勞動合作是內政部有個見解 但是到底健康要怎麼綁 衛服部有個見解 但是呢採購要怎麼做 勞動部有個見解 工程會有個見解 之前呢他都是聞來聞往 在這邊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到了台北就變成四五個不同的A4值 每一個都要往上簽 簽完之後呢 這個還互相邏輯不太一致 那我們做這個委屈呢 就要在中間這個盡可能的協調 最後看起來解決問題了 反而有時候造成地方更多的問題 這個由來已久也不是特別誰的問題 但是呢我們這個國家的頻寬啊 在現在這種有視訊有外面作為人權的時候 就可以有所改變 這些都科長指引上的朋友 他們按照大家提出的問題 包含斯萊羅的問題集思廣益的時候 不像以前啊他們如果有創新啊 這個都是就是部長啊或者是院長啊的功勞 但是如果他們不小心做了一件事情 反而造成在地的一些困擾的話 那這個部長院長聽到呢 都是這些專業文化的問題啊 那所以其實並不是一個很適合創新的一個環境 但是呢透過像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視訊的作態 他們只要一想出一個解決方法 其實馬上credit就是他們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說見面三分親嘛 經過這個投影 看到這些認真的公務員 真的有在解決地方的問題 那至少有個兩分親嘛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工作很有成就感 那但是如果他們講一些我們現在說 就比較沒有那麼關注到 在地的實際狀況的一些言論的話 那如果在地的朋友呢 這個不是那麼舒服的話 那其實只有我在現場啊 所以我是吸收全部的風險的 因為你隔著櫻木園 沒有辦法打得到人嘛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很多的公務員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就很願意去進行創新 所以我想我很鼓勵 這一位提出問題的朋友 把這個弱勢募助腐爛 特別是學生不太領情 到底怎麼樣可以比較領情的一些 想法 先在signal上面 有抽了一些更好 跟我們分享 那分享之後呢 我明天就一定 會把這樣子的一個問題拋出來 然後呢問問看 我們在台北的教育部的朋友 有沒有什麼想法 然後一起可以怎麼樣子解決 我們所有這樣子逐字講的這些話 在我當政務委員之後 大概一千多場會議 跟四千多人講 二十二萬八千九百零九句話喔 我們是採取一個叫做 逐字管考的這個概念 所以所有人提出來的每一句話 每一個字 我們都會在這邊去確保說 不但是大家有聽到 像我們上一場是台南 不但是大家有聽到 而且呢它是分分別類的 具體的解決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行動群會座談會 SI.台灣的這個網站上面 去看到所有大家剛剛提的問題 每個部會的回覆 以及你的這個回覆 我們包含之前這個問題是 搶照側面拍照稅的問題喔 衛生局學務局 財政部服衛服部財政部 都陸續的回覆之後 大家對這個回覆覺得有沒有幫助 那我們就會繼續跟進 繼續去關靠 所以可以說這是一個新的 完全橫向的跨部會 然後不分中央跟提防 這樣子的一種關靠系統 那也很感謝這位朋友的貢獻 明天您的這個問題 就會進入這個關靠系統裡面 歡迎到SI.台灣 持續來追蹤 有二十位朋友們 二十六位朋友們問出 請問盈利的模式 是不是評估USR的地方 創始了一個重要的考量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所在意的事情 是這個模式的永續 就是它的Sustainability 永續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中文永續這次翻就翻對了 因為其他地方是翻成可持續 那可持續感覺上 就好像在我們有生之年 可以看著它繼續下去 但是永續的意思是 三代以後七代以後 這個概念這個精神 還是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翻譯是特別好的 所以我們在評估USR一個地方 創生的時候 我們特別在看的 就是它有沒有可能造成一個社會上面 大家有一樣的學樣的這樣子一種影響力 因為我們知道 在大學的時間 大概就是這麼幾年 這麼幾年之後呢 除非你就是非常認同這個地方 然後就在地聽這當然非常好 但是不然的話 就會有新一批的學生進來 然後再做新一批的USR的計畫 如果前一批的朋友們 沒有辦法設計出一套 讓在地的朋友們自己自願 可以維護下去的模式的話 那麼新一批的學生呢 就要衝突再來 所以這個模式的永續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模式永續 當然盈利是一個方法 就是你有錢賺 然後大家就願意說 那我就佛創成全職啊 來做這一件事情 但它並不是唯一的方法 我們有看到很多的社會創新的模式 它並不一定是靠著雇佣全職的人 它可以是靠著群眾的募資 訂閱式的群眾募資 股權式的群眾募資 各種各樣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繼續 吸水長流的經營下去 所以我想這裡的重點是 想出一個新的idea 這個idea可以翻轉 大家對彼此的看法 我可能還是再回到我的這個 辦公室啊 跟大家說明其中一個例子 像這個足球場 這是很有創造力的一個足球場 然後就是我們的Public Art 是一個公共藝術 那在這個地方還有很多這樣子的公共藝術 那只要他進來的人都會有一個很有創意的感覺 那這些公共藝術呢 就都是賢男兒的作品 那賢男兒 就是以前叫做 就是Dance Syndrome 就是具有堂食症的朋友們 那這樣子的朋友們呢 其實大家對大家的第一印象 其實現在大概都是以紅貝居多 因為賢男兒和紅貝坊 其實全台灣都有 那但是在我之前 在有紅貝坊之前 在有這些公共藝術創作之前 大家的想像都是說 都是所謂的弱勢的朋友 好像是整個社會要給予他們溫暖 給予他們幫助等等 但是其實賢男兒三個子 就已經是一個社會創新 大家不會再把他們覺得說 是患有某種先天的缺陷的朋友 而是覺得說 那他們在情緒上面 在創造上面 是跟我們不同 但是有的時候 是比我們還要好的 像這樣子的一種 像範圍谷一樣的 看世界是用他的結合線條 他的頭部關係 來看的這個方法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做到 其實這個就是 他們的藝術治療師 發現說 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才能 藝術治療師 自己都畫得出來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成立了這樣一個 社會創新的組織 去協助這些朋友們 透過藝術來表達他們 並且把這些藝術 甚至到我們 詩拿運等等 這些國際場合 都分享給其他的朋友 而這樣子一個概念 其實講完了 你就記得了 你記得了之後 之後你再碰到 寫完朋友們 你看他們的樣子 或者是對他們的理解 就更深 就更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 這個創新模式 就可以持續下去 而不是靠著 他一次在詩拿運 或這一次 在這樣子一個展覽 或者同樣的這個設計 最近在台北有個雜學校的展覽 等等 這樣子的盈利的方式 維持下去 但是透過盈利 當作一個手段 去改變大家 對這個社會關係的想法 那這個就是大家都可以參與 對大家都好的一些 新的做法 就是我們的社會創新 所以當然盈利是一個方式 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要記得說 它只是一個手段 它目的只是讓購買你產品 跟服務的人 能夠接受到你的這個創新的理念 如果你產品跟服務 賣得很好 可是你的包裝上面 你的網頁上面 都沒有寫你這個社會創新的理念的話 那麼他對這個理念 對這個概念 這個新的模式允許 也未必有什麼幫助 所以這也是要提醒各位的 有三十一位朋友們 對於反送 想要問我對於反送中的看法 那這位朋友叫做光復香港 我想 對 OK 對 那我想就是 我們當然是要關注參考的局勢 其實在我們社會創新 實驗中心 也有非常多香港的朋友 甚至還有一些剛當選區議員的朋友 前兩天在我們辦公室來討論 其實香港 當然離五大訴求的最後一個 就是雙真普選 當然還有一段距離要走 那但是其實在台灣 我們1996年才有雙真普選 就是總統才直選 那並不是說96年以前 就沒有民主的治理 並不是說96年以前 就沒有社區的總體營造 並不是說96年以前 在地方區議員相當於我們里長 在里長跟社區發展的這個範圍裡面 就沒有大家甚至像參與時 預算等等的這種 新興的民主實驗的開拓 事實上台灣之所以社會的樣子 這麼強 就是因為有非常多的非營利為目的 的組織 不管是當然曾經啊 或者是祝福聯盟啊 或者是其實剛剛講的寫太兒 也是一個啊 李仁啊等等的這些 各種不同的組織型態 都是在根本我們台灣還沒有雙真普選的時候 就已經在地方取得了地方的信賴 取得了地方阻止動員的能力 所以即使總統普選 之後我們在公部門啊 看到每次看到社會部門 在開始什麼倡議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領執政 大部分就加入的這樣子一個態度 那我覺得這個是台灣公民社會的一個特點 所以我也是很鼓勵香港的朋友說 我們當然 那反送中在街頭上面已經展示出來了 特別是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運用網際網路的力量 協作的這樣子一步 佩然莫知能力的能量 但是接下來 因為他們在區議員的這個層級 接下來就要執政了 那他們就必須要證明說 同樣的這樣一個方式 更像串聯的方式 也是有能力去為我們的鄉民 去創造福祉 那這樣子的話 在執行一段時間之後 落上他們所謂的建制派 也能夠理解到說 這或許才是讓年輕人 再次對於公共事務感到興趣 感到願意投入的一個方式 那或許就會像台灣一樣 在雙針鋪選真正達到的時候 地方的這個公民的力量已經準備好了 而不會變成好像只有上層再選 而底層呢 是對於公共事務莫無關心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相當容易台灣 也許就是二十年代左右的這樣子 以公民的匯聚的力量來講 那當然這一方面台灣的經驗 是很足以作為香港朋友的參考 所以我想我的基本的概念就是 台灣看台灣 就是台灣是可以幫助香港的 有二十八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對於網軍來分享的看法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當然網軍這個字啊 其實二零一四年以前 講的是正貴軍 就是去做這個 就是破壞技術建設啊 等等的這些事情 資安上的一些朋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二零一四年之後呢 忽然之間就變成在網路上面引發 我們叫引戰啊 就是引發大家的熱烈的 但是有破壞性的討論的 這樣子的一些朋友 它這個一絲的含義 忽然之間改變了啊 那我想在網路上面 確實非常容易就是 大家看到一言不合啊 就互相這個罵戰 不過我想說 如果大家還吵得起來的話 表示大家都還在同文層裡面 就是如果在同文層外有沒有看到這些字 其實是吵不起來的啊 那所以我想第一個就是說 能夠我們說不打不相識嗎 能夠吵起來 這個其實也是照不明的一個方法 那但是呢 網軍大夫想說要的一個問題是說 大家都會看到一些比較片面的 比較偏頗的一些想法 而沒有那個能力去進一步去理解說 那關於這個議題 還有很多很多別的方面可以去參考 那所以呢 這個要怎麼來處理呢 其實我們在台灣 我大家最常用的通訊軟體應該是LINE 那我們在LINE的這個裡面 其實我們就有研發很多的這個處理的方式 那這些處理的方式呢 其實呢 都是以一個最基本的價值為基礎 就是一個部長和一個政委 他講的話 跟一個新聞記者講的話 應該要是平起平坐的 即使他是一個公民的新聞記者 也是應該是平起平坐的 我們不會像我們周邊的一些管轄領域一樣 去說 好像我們 部長長的話 就可以逼著一個新聞工作者 去修改他的新聞報道 或者去逼著他下架他的新聞報道 當然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按照世界組織 就是一個叫做Civicus Monitor的一個公民社會的一個團體 他們最近才發了一個報道 那我們台灣已經連續兩年以上 都是在整個亞洲地區啊 是最公民社會的空間是最大的 那我想也是因為我們還記得有雙真普選以前 台灣的戒嚴的時代 就是我們沒有人會想要回到那樣的狀態裡面 所以即使我們旁邊的管轄領域 像最近澳洲也被Civicus調降了他們的牌匹 因為他們對新聞自由開始有一些收集 但是我們現在是亞洲唯一的 就是完全公民社會的空間是 跟這組織營養黨的這樣子一個管轄領域 那當然紐西蘭其實做得比我們好 如果Civicus沒有把紐西蘭算到亞洲裡面 那另外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方式就是說 看到網群在帶風商的時候 我們有責任要給大家一個交代 一個accountability 但是這個交代呢 又不能夠去侵蝕到這個新聞工作者的自由 所以呢我們最後呢就有一個方式 叫做迷因工程 那當然如果比較就是年紀長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迷因工程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先解釋一下 所謂的迷因就是讓你忍不住會去想要分享的東西 迷因工程就是你有一些事情想要講 你就把它包裝成一個讓人忍不住會想要分享的樣子 這個就叫做迷因工程 那就像基因工程 兩基因就是透過生物來傳播嘛 迷因就是思想團念透過網路來傳播 所以呢我們現在在每一個相關的部會 大概都有五個左右的迷因工程團隊 那它是各種各樣子不同的就是專業 那這個專業呢非常重要 因為呢我們如果看到一個帶風向的訊息 一個謠言出現 我們不在六十分鐘之內去給新聞記者一個平衡的報導 或者一個澄清的話 那這個大家在腦裡面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印象 就很難扭轉回來了 所以說呢這是我早上舉的一個例子 但是我們這次不要花很多時間在裡面嘛 大家可以自己看 說可以已經看過了 那這個是之前有一個謠言說 七天之內染頭髮跟糖頭髮會罰一百萬 那這樣子的一個謠言 那我們在LINE上面 感謝大家很榮於使用LINE的那個官方 這個謠言澄清檢舉的那個功能啊 所以呢只要越多人檢舉 我們就會越早看到說 沒有這樣子一個不實的風響 這個正在網路上面流傳 那在一個小時之內呢 我們的蘇世上院長就在他的這個臉書啊 LINE啊等等的地方 貼出了這樣子一張 我們叫梗圖梗圖 就是運用圖片的方式來運行基因工程的一種載體 那這一張梗圖呢 就是說 七天染頭髮會罰一百萬 這個是假的 然後呢我們蘇世上呢 年輕的時候的一張照片說 就算我現在沒有頭髮 我也不會懲罰有頭髮的朋友 然後呢有一框小一次說 我們做的事情是針對用劑廠商標示的規定 而且2021年才是很小故事 针对美容的业者 这个是他想讲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民营工程组的贡献 就是我们院长说 如果你一周之内连续软烫你的头发 虽然不伤头包 但是未伤头发 严重的时候呢 就可能像我一样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游牧 因为他开自己的玩笑 他并没有开别人的玩笑 而且呢 大家不肯让很多人忍不住微笑 就是所谓的嘴角失手 那当你忍不住微笑之后呢 其实你就不会再受这个谣言影响 你经常来看到这个谣言之后 然后你就不会从 好像无助感的愤怒 变成非得分享出去的那种分开 就是愤怒往分开的那种运营工程 对你就实际上 就像是预防症一样 或者是疫苗一样 那你看你以后再看到这个体面 新天内染法 常常会发一百万 就是会觉得很好笑而已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才可以就是论识来办法 论说 针对标记厂商的标示的规定 是不是有道理等等 这个时候大家才进入一个公共讨论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透过这种民营工程的方式 然后跟LINE啊 跟Facebook啊等等来合作 在不去影响到就是新闻记者的自由的情况下 靠着大家自己的自愿的加入 就是像台湾市场的中心等等这些工作 然后去确保说我们可以掀起的预警 这些民营能够在一小时之内去散发出来 那当然现在各个部位都非常的优格 那我都有在追那个教育部的小片 在Facebook上面的这个千面女郎的这个漫画的连载啊 还有他们最近把教育部长变成了一个高中生啊 然后实际去体验十二年国教科刚啊的那样子一个连载 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梗的小片 我就不在这边一定见面 但是这种公开的快速的结构化 而这个结构化是民营的结构 我觉得是我们大家一起面对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学习一些民营工程 可能就会让大家的媒体素养 不是只是媒体试读 媒体试读是大家是阅听者嘛 媒体素养是大家都是传播者的这个情况下 可以大家彼此加强而不是彼此去取消 有二十八位朋友们询问说 大家开始推动日本 之前已经有推的也没有一整 就是大概几年的地方创生 的确对于地方光光精致深入有提升 但是对于少子化跟人口的回流 没有明显的回温力道 未来的台湾可以去这么做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人口的回流 当然大家都看了两个嘛 一个是说医疗的需求有没有满足 一个是说如果他愿意生养下一代的话 下一代交入的需求有没有满足 那如果没有这两个的话 其实是非常难去说服年轻人来省更 他可以来这边支援一段时间 可是等到他自己年纪也比较大了 然后也有小孩了之后 他就会要做出一个 要不要在这边定居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我们的远居医疗 在最近的两三年 其实有非常大的改变 以前的远居医疗呢 大家想远居医疗的时候 想到就是最偏远的一些地方 那那些地方也许可以透过远居 去做一些看证等等 但是呢 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说 其实不需要非常非常偏远的地方 但是要离它越稍微远一点点 那其实很多朋友们就会开始觉得说 那我不一定要居家南国来等等 所以这个生活呢 我们就靠着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 叫做总统被黑客松 靠着这样子一个方式 去修改我们的远居医疗的办法 现在在比较偏向贵量和偏向的护理师 也可以在大医院的医师的合作协助之下 那这一位专科医师是在远端哦 透过现在是光线 未来就是远居了的这个方式 实际把大医师召唤到任何一个卫生所来 然后来帮大家看诊 然后来帮大家去进行处方 那我们包含健保卡的虚拟化等等 这个也都目前正在进行杀核的实验 那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当然总统被黑客松明呢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就很难讲很多 那但是就是 我就只讲一个概念 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是每一年大家都可以参加 如果大家有很好的USR相关的一些计划 也可以试着参加 每年4月的时候我们问全台湾说 有没有哪些对全台湾都好的一些创新 这些创新呢 我这样可以做 但是呢 大家需要都觉得这个做法 比起本来的法规的限制 像我们本来的远居医疗限制 是比较好的 那大家提出这个想法之后呢 像去年五个优省团队之一 叫做抢救水宝宝 他们就是说 在台湾很多地方有塑胶水管会漏水 那现在都是雇用 这些专业的朋友们去听有没有漏水 但是呢 他们要听从早听到晚 也不一定有漏水 所以他们的工作呢 是坦白来讲比较空灶的 那而且这样子就让年轻人 愿意加入这个纸片呢 是有一点障碍 那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从有一个地方漏水 他们去到基隆吧 基隆有一个地方漏水 到它被听到 那边平均花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们就说能不能做一个LINE的对话机器人 那这个师傅一进来 机器人就告诉他旁边哪里漏水 他整天去巡回三个地方 一定有一两个地方漏水 他就可以有创造力的解决问题 把人的时间花在创造性的事情上 把重复的事情交给机器去做 那当然他们就获得了这个奖杯哦 那同样也是在去年 大家也许还记得就是有一个离岛 好像是绿岛吧 就是直升机的那个后送的过程里面 拿上了一碗 所以在地的这个护理团队也说 为什么在地的朋友不那么信任我们 那而且这样子我们也没有很想要 继续生根留在这边哦 那这个情况我们也去看了 然后就发现说 如果能够透过视讯的方式的话 把负责直升机中转的这个医院 把我们实际的专科医院的医师 跟这个护理师 或在地的一般加一科的医师 或内科的医师一起三方会诊 而且让在地的家属看到 那么增加数对于在地的信息 就会增加 而这些在地的医疗人员 也可以在这些就是台湾本岛的医疗人员的协助之下 精进他们的医疗的金属跟指示 所以他们同样也获得了这个奖杯 这个奖杯是没有奖金的 但是这个奖杯它底下是一个小的投影机 你只要一投影出来 只要一打开 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 那这个在台湾那有个专门的讲法 叫做深处派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处长 比方说那个台湾自来省的处长说 我们没有预算把机动的这个解决方案 放到全台湾 你只要打开这个奖杯里面的投影机 然后把总统召唤出来 他就会说我们还有些些预款 我们马上来这个招售才够 那或者是说如果这个卫副部长说 这个远居一定要动到法律 那而且呢 那个直升机还是内政府的 我们跨步会协商很困难 你只要召唤出总统啊 那他们两个主命就跑去协商了 那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承诺 就是说如果你在之前的三个月做了什么 我们答应在接下来一年之内 把你的想法变成全国新的公共政策 那所以我们很多偏向的问题 就是一次一次的透过总统 为了黑客松 在我们协同工作 就是协作的过程里面 去把好比像说 在去年也有另外一个就是高平同地区 他们重新模拟了一次气暴的当事 如果救护者上面就已经有这种 失去远居会诊等等的状况的话 那么其实很多就是冤枉如何就不用跑 然后就可以很好地给大家医疗的支援 所以这些部分都是我们最近两三年做了很多的 那再接下来就是教育了 其实教育的状态跟医疗是不太一样的 医疗它是通常问题解决问题互相照顾 但是教育的话就是生命去陪伴生命嘛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难说 我们一次性的用AI啊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现在其实在全世界都有教学生 都有带学生 我之前在马德里带了一个班的学生 呃带了蛮久的 那我之前都是用一个呃机器人的身体 那他是这个也是把他大半的漂漂亮亮的 就把我的衣服这个抛给机器人传 那机器人也是有个头 然后有个360的摄影机 我只要在台湾这边呃 我戴上呃VR眼镜 我就感觉到我认真的就呃到了马德里 然后我陪了这些学生呃 一阵子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作品之后 我就真的飞到马德里去 他们就觉得把我使用这个西座的身体啊 换成台座的身体 那但是呢 还是就是跟学生有这个很有温度的相处 甚至有时候呢 因为一些政治民族啊 没有办法来上我的课的学生 好比像说 呃我在16年底就是已经当政委之后 我也在网络上面做一个公开的教学 那我就是透过VR的空间 那在当时不只是高雄的一些美术学院的朋友 也包含像杭州的美术学院的朋友 那他们就把杭州那边的教室 就是透过3D扫描 再把他们自己3D建模成这个呃 就是比较Q版的 但是看起来跟他还是有一点像的人物 那这个呢 我们在VR 刚刚马德里的那个case呢 他是呃 比较像是玩罗音嘛 就是罗音 你一戴上VR眼镜 我旁边都看不到 我只看到马德里 那但是呢 我在杭州的跟高雄的时候呢 用的是MR 就是阴阳眼啊 就是我还是看得到旁边 但是我戴上这个 混合实镜眼镜的时候 就好像这边有很多空位 忽然间就冒出杭州跟高雄的朋友来这样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可以把两三个课堂缝合 到一个课堂去 那对所有这些学生的主观体验来讲 他透过像双试教学 就是在那边有一个分场组织人 但是我是透过全息投影 或者是我是透过各种各样子的方式 就是机器啊等等的方式 去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是共同在场 就是co-presents啊 那这样子的想法呢 其实在以前是蛮昂贵的 但现在呢 就越来越容易 那所以像这是我最近在苏黎世的互动 然后是上才前两天而已 然后也是一位日本朋友啊 就在推特上面 说没看到苏黎世来参加我的课程 那我就是栩栩如生的一片 网纱投影 然后我手上的iPad 也不管显示什么就漂浮在空中 那大家还是可以跟我的这个全新网络 因为它是一比一人的大厂 所以其实感觉上就跟我在那边 也没有什么两样 那这个呢 在以前需要在一个固定的场地 需要有网线才能够做得到 但是呢 在接下来两三年里面呢 我们会有开始无据的技术开始出现 大家如果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The Matrix 就是骇客人文的话 那可能还记得说 里面有一个主角叫做Neo 那Neo呢 它脖子后面有一个 就是USB排线 有一个条滥线嘛 这条滥线可以把它的这个 眼耳鼻舌声的这种感官讯号 把它用一个虚拟的实镜来取代掉 那那条滥线的频宽呢 大概就是50到80的Gbps 那5G呢 其实在最高的这个传输峰值的时候 已经接近这样子一个速度 也就是说 当你逼近这样子一个速度的时候 人真的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就在火星上 或者我就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在研发这样子5G的技术 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希望说成像的差距 可以透过以网路取代马路的 这样子一个方法 不一定只是在特定有光纤的 这样子几个会面点 而是未来甚至在救护车上 甚至在远距开怪小的恐怖工地里面 等等的这些5G的实验场域里面 我们都可以做到 共同在场的这个概念 那等到我们能够把共同在场的这个概念 实际的实作出来 而且价格相当便宜之后 我觉得交易的一半的部分 或许我们就可以打破空间的限制 那这个也是希望大家 一起往这个方向来帮忙 这个思考的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就有最后一个问题 有二次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如何培养媒体适途的素养 才不会被所谓的假新闻护导 我一定要加所谓的 因为我父母都是新闻工作者 所以就是我不能够用假新闻这三个字 那因为假新闻这三个字 在台湾的这个语境里面 它可以讲三种不同的事情 它可以讲说 它不是新闻工作内容农场 它冒充新闻 那这个是也可以叫假新闻 新闻工作者做出来的资讯 它不小心搞错了 那它的内容故事 这也可以叫做假新闻 那甚至呢 也许它新闻工作者是真的 做出来的实消息也是真的 可是呢 有人加了一个不对的标题 好比像说2016年的事情 它拿到2019年来这边宣扬 来这边报 那这个叫Ball information 那这个在台湾也叫假新闻 所以三个定义与完全不同的事情 用同样三个字来描述 这就没有办法描述了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帮忙的 就是假新闻三个字啊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在讨论的到底是冒充成新闻 还是恶意的假的讯息的渲染 还是只是大家搞错了而已 那这个也许是自己可以先分清楚的事情 那第二个事情是说 我也想觉得说 其实我刚刚讲的素养不只是适度 现在大家在可能在座很多朋友 在IG上面的这个followers 已经比学校还要多了 这个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媒体 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话 其实大家看待彼此的方式 应该是看成媒体同业 而不是看成我们是所谓的 被动的这个约定者 所以我一直很相信说 就像我们在加州城市赵云一样 我们越把我们的素材开放出来 投入像《创用CC》这样子的一个授权 《创用CC》的意思就是 我抛弃掉我大部分的著作权 让任何人都可以去混搭 去互相混合 去把这个媒材做成更好的一个样子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的去 让每个人有自己的视角 然后去告诉大家说 那我看下来的世界是怎么样子啊 那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每个礼拜三 大家都可以来找我聊四十分钟吗 所以不止人来啊 有时候机器人也来 那所以呢这边是三台机器人 那他们就是自驾车 但是是自驾的三车车 我们同样里面说三车车跑得快 但是其实它跑得很慢 就是比跑步人跑步还要慢 那自驾车车来找我干嘛呢 他们就说 诶这个政委的聊天前的事情 我们现在还在研发这个 我们不知道把它做什么用 但是呢我们愿意采取 创用CC的授权 去把我们的这些内容去公开 设计图去公开 开放硬体 我们愿意采用开放原始码的授权 把这些车子怎么运作脑子去公开 那而且我们愿意把这个资料 它看到的世界去公开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为整个社会说 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 大家到底要拿它怎么样怎么做 那这个时候 每一个在旁边的人 都可以有不同的想象 不同的分享 这个时候大家都变成自媒体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 自通讯跟媒体 科技等等 放在三面九项里面的同一项的这个素养 就是每一个媒介 它都有它传播的能力 而这个媒介本身 也可以变成大家讨论的一个素兰 那刚刚有讲过我办公室在建国花室旁边 所以我们就是要社会的这个规范 这个规矩 跟旁边花室的这个市场在意互动 所以呢 就有一堆长辈啊 就是当时我们在这边试这些车的时候 手上拿着很多建国花室的这个应该兰花吧 等等 过来 然后就问说 证伟 你在这边跟这些购物栏 购物车 在这边混什么 我就说这不是购物车 不是那个你在超市推的那种 这个是自驾车 你坐上去告诉他要到哪里 他就帮你载到哪里 然后他们就说 诶 我看起来就很像购物栏 我可不可以放放看 我想你手上如果很多本花 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像购物栏 那他们就放进去 发现因为真的放得下 放下来就很高兴 然后呢 他们就问说 那我们看电视上说 自驾车都可以形成车队 我那应该是在讲卡车吧 但是anyway 他们觉得说自驾车都可以形成车队 他们希望说 我们在建国花室买东西的时候 可以叫做hands free shopping 就是可以两手空空 你买一盆放到一个自驾车上 买一盆放到自驾车上 他快满的时候往后退一步 然后再召唤一台新的空的自驾车 到你旁边 这样不是就很方便吗 你就可以一路买到底 然后呢 又不用扛很重的东西 这个呢就是社会创新里面 社会参与的部分 因为他们在马上理工学院 在摩士顿 做梦都想不到 有这样子的一种用法 但是呢 因为我们旁边北科大的学生呢 非常的有创造力 所以他们就真的开始改这辆车 改一改到第三次 我们的黑客松的时候 就已经变成两个眼睛 他能够跟着人看 他能够眨眼 能够看得懂人的手势 能够告诉别人说 我现在在跟着他 就这样子一种动作 那这个就叫co-domestication 就是相互寻划的这个事情 他们有这个相互寻划之后呢 他们就run了这样子一个survey 那没有时间关系 就分享这个survey的结果 就是每一个地方 它的社会常规都不一样 自驾车 我们现在在台北 就是摩托转用道在市政府前面 以及接下来在高雄 就是爱河的 应该是太阳能板的自驾船 等等这些都已经开始运作了 在此之前 他们在线上有一个问卷 去询问说 我们这个车的回子 只能让一个人 因为路太窄了 你非得去撞上面 一个人不会速度很慢 撞上面不会怎么样 的话 你要让谁 那在台湾呢 大家都说 应该要先让长辈 那接下来呢 是身心障碍的朋友 这个粉术文杰杰 然后呢是怀孕的妇女 那最后呢 是要让小孩子 小朋友 就是刚好老 若 妇 如 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但是呢 这个他们出这个题目的人 本来是在MIT 在麻省力工学院 在Boston 讨这样子一个问卷 他们的顺序就刚好相反 所有人都觉得 应该先让小朋友 长辈就随便嘛 所以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一个技术 一个社会创新 当它融入一个社会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 这样一种共创的过程 才能够了解到说 我们在这边 重视的社会价值是什么 重视的社会论理是什么 这样子一种 人工智慧的技术 在它进入 甚至包含地方创新 未来可能就要用 很多无人机 无人转 无人车 它才能够让大家 不会觉得是 红悬红兽 而会觉得说 是技术在配合着社会 而不是要求社会去改变 来配合技术 那很希望大家 接下来在地方创新 跟USR的过程里面 都能够秉持着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公请校长班正 感谢壮及纪念品 那我们公请校长班正 让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学 也是有纪念品 不许多 也有纪念品 一切丽乐烈的掌声 谢谢唐霍正 这位资产的演唱 我們再次掌聲謝謝政委